记者蔡张胜竹市报道,卫生福利部在今天公开表扬107年度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新竹市政府社会处儿少保护社工督导乔宇华获得服务机优奖项的肯定。 市长林志坚表示,乔宇华充分发挥社工专业,保护曾经受虐的孩子,让孩子能再度拥有家的幸福,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 同时也肯定每位在不同领域岗位上社工的付出。 社会处表示,今年竹市共有8名公司部门的社工获得奖项肯定,分别为服务机有类。 社会处乔宇华社工督导及新竹马鞋纪念医院正明山社工师资深敬业类,财团法人天主教耶稣会新竹社会服务中心杨颖美执行长。 财团法人台湾儿童即家庭辅助基金会新竹分事务所严林燕社工督导,许淑林社工督导,沈俊行主任及卫生福利部少年之家的蔡淑惠社工,王宇廷社工。 乔宇华99年到市府社会处工作,就投入第一线的儿童少年保护工作。 在同人眼中是个温柔而坚定的妈妈,会为了受虐孩子拍桌对抗不公不义,会因为孩子受到安全照顾而开心鼓舞。 也曾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勇于挑战制度框架,即便假日也轮值悲情,在儿少有需要的时候予以保护协助。 在这条漫长路不仅充满了伦理两难,情感纠葛及价值观的碰撞,在面临舆论压力与自身安全的不定性,仍需时时汗。 为儿少知基本权益保障,是每一个孩子如心肝宝贝,不容心害,是他的工作坚持与信仰。 乔宇华说,在这份儿少保护工作中被威胁恐吓,被弹和纠正都是保护性社工在守护儿少之外,还需额外承受的隐形压力。 即使社工的付出被看见肯定,但这内心的感受五味杂成,是很难体会到的。 社工生涯时余在,与许多家庭和儿童站在一起,协助他们远离暴力威胁。 其实社工也是体制内的弱势,往往保护了个案,却保护不了自己。 每一天,每一张通报单,都往往交织着要不要安置,可不可以返家,孩子安全吗?的声音。 而每一个决定都会让儿童生命也面临重大的改变,安置当下的撕裂与冲突,个性是找床位的奔波,重建家庭的阻力。 但也都因为孩子重新回到家庭后的安静与笑容,一再提醒自己莫忘初衷。